主席,因為我剛才沒有聽到局長的開場白 所以有些可能我不太了解 譬如說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今年8月就會完結 接著後續會怎樣呢? 但我仍然想問一些問題 因為對於市民來說,對於基層的家庭來說 我想大家最關注的是數碼紅溝會不會拉闊或收窄 而是否收窄或拉闊,取決於基層的兒童 是否能夠有電腦的設裝備 以及能不能夠上網,能不能夠在家裡使用 這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這個新的計劃提出來的時候 就是用了電腦跟學校走的做法 我就想問局長 在這個新的計劃裡頭 我們的學童是否能夠在家裡有電腦可用 是否能夠上網,上網的費用將會怎樣 以及在商案的維修等問題上 是否能夠有足夠的支援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主席,我們這次項目的目標 是幫助那些學校裡面 如果用一個自攜裝置的學校 因為要帶自攜裝置 學生需要去購買 如果有些清貧學生在財政上有困難 我們光學基金就提出一個資助 整個計劃的目標就是這樣 至於那部電腦 既然是自攜裝置給了學生 學生當然可以拿回家裡用 至於他在家裡的上網情況 我們有一個上網費的津條是由 學生資助辦事處那邊是給的 那裡現在全樽的就是1400元 半樽的就是700元 這個是會繼續推行下去的 那當然鄭華也都提到 譬如有一些運作上 如果那部機本身有些問題出現 那當然有一個維修的保養 這個我們鄭華也都說了 在一個價錢裡面 我們希望它可以做到一個三年的保養期 那至於在機的運用上面出現問題 同學當然可以回去問老師 也都學校有一些技術員在那裡 是可以幫到那個同學手 去看看怎樣去充分利用這部機 主席 譬如假設他現在是中學六年級 他很快就會畢業了 或者是中午 因為事情都搞了很久才會 那部電腦可能只是在很短時間之內擁有 但是他上網 或者他裡頭裝置其他一些軟件等等 其實使用的效用就會很大 因為電腦其實都要回到學校 主席就不是這樣的 第一如果那位同學是中午 第一要看學校在中六年級 是不是還在做自圈裝置的電子學習 那如果真的要的 而那個同學是沒有這個資源的 當然他會在這個計劃之下 我們會給他一部電腦 那部電腦當然 如果在學校的運作裡面是用一年 但是接著我們也沒有要求他一定要把電腦給學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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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